還有我的媽啊 還有我的媽 我是童康 微雲來去無影中燈火明滅起冰封 又到了每個禮拜一的鬼燈獎 話說有一名叫約翰的男子 他家中常常發生電燈和電視機 動開關事件 有一天呢約翰幫他的貓咪拍了一張照片 沒想到意外的發現照片裡沙發旁邊有一個小精靈 但是約翰不但不怕 而且呢還幫了小精靈取了一個名字叫 小牆尼 請看照片 整個人 可是為什麼那個沙發背上也有一個恐怖的貓臉呢 沒有下面那個地方 那個反光有沒有 約翰 約翰 真是 啊 男人中的男人 希望趙哥能夠跟他好好學習這樣的精神 回家家裡面多拍一點照片來給我看一下 我家沒有那些東西不需要 確定 確定沒有小品瓶嗎 沒有 要不要講一些 怎麼會小品瓶啊 要不要自己拿相機四處拍拍看 他可能會去 你先拍你家再說 好 接下來要頒發我們第一週 123犯鬼臉耳機得主 哇 他的照片請看 哇 哇 我只能講 你厲害 算你狠 你得到了我手上這個手機 手 手機 二機 驚醒 嚇到了嗎 被嚇到了 嚇到了 首先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段靈異影片分享 請看 這是一個車禍的現場 在日本 然後他拍車內 請注意看 右上角 開始 哎呦 我的媽 好明顯 好明顯 哎呦 別的人的頭上 好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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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它那個下面是連在一起的就 好 給各位解釋一下這個影片 就是呢 在日本有一個人呢 他經過了一個車禍的現場 拍了一下之後 轉 它把它關掉 轉身在拍車前面的同時呢 在駕駛的頭上方 就發現浮現 慢慢浮現一個人頭的影像 那不知道這個人頭影像 是不是剛剛車禍的那一位呢 還是在當地的怨靈 這就不得而知了 自身主播副大人 要帶來三段 恐怖的詛咒傳說 小草意外 見到阿飄班長 會幾時解救他嗎 就讓結婚的男女 去了一趟泰國 愛情全面了呀 飯店裡一連串的怪聲音 讓姚戴偉徹夜難眠 驚悚的鬼燈獎 睜大靈的眼睛 繼續看下去 到都能啞出外甲部 怎麼也沒想到恐怖的事 我們到了這個東南亞的國家 然後到了一個很偏僻的山區 到了當地的時間 已經是天黑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直接 殺到我們的旅館去 準備check-in 那時候在等check-in的時候 我就感覺 不知道是哪裡怪怪的 我就這樣四處看了一看 看了一看 發現了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 好像在這裡出現不太對的 這個大廳裡面放了一尊佛像 而且呢 在燒香 各位聽這個佛像可能覺得還好 但是我告訴各位 那是一個天主教國家 一開始我也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佛像在這 還在燒香 可是後來想想 或許它是一個華人開的旅館 所以他有在拜佛 放了一個佛像 就不去想那麼多了 OK check-in好之後呢 我就行李拉一拉進我的房間去 那通常我們進房間之後 敲敲門嘛 借過一下這樣子 禮貌性的一些習慣動作 還是會做 走進去之後 那個飯店的房間 有一股非常非常濃的那種 芳香劑 或者是一些那種燻香的味道 那那個香味濃到讓我覺得說 它感覺像上次 像是這個房間裡 很多人抽煙 所以它必須要用很多的芳香劑 把它壓那個味道 那我其實很不喜歡這種很濃的香水味 所以我就想說 待會兒要出去吃飯 我去把窗戶打開 讓風這樣透進來 感覺就比較舒服一點 等一下吃完飯回來就沒事 窗戶打開了 然後呢我想說 欸 旁邊的一些衣櫃啊 衣櫃也把它開開 你知道那衣櫃啊 打開了之後裡面 有兩三個抽屜的那種高度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平台 放了一個碟子 然後裡面有一些糖果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通常飯店房間的一些 水果巧克力或是糖果 它被放在那個小茶几上面 可能還寫一張紙條 可是不是 它放在衣櫃裡面 那時候我一邊打開 然後我一邊想說 為什麼會放在這的時候 我也一邊把那一碟糖果拿起來 就拿出來放在衣櫃旁邊 就是那個梳妝的 我就放著 我想說怎麼會放在這 衣櫃就關起來 出去吃飯 吃完飯回來 然後我們討論了一下 明天的行程之後 約末大概也是9點10點了 我就回房間 然後洗個澡 準備要上個網 然後要睡 就是準備要睡 所以就在我上網的同時 就突然 欸 旁邊那碟糖果咧 不見了 我出去也不夠短短兩三個小時 然後呢 飯店應該不會這麼快進來打掃吧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我糖果為什麼不見 想 欸覺得奇怪 該不會 所以 我就跑到旁邊衣櫃 打開來 糖果又在裡面 那碟糖果一樣放在那裡 我覺得納悶是奇怪 為什麼 我剛剛明明把糖果拿出來 為什麼它還是在那裡 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一樣拿出來 我還想說這個糖果呢 我就直接放到我背包裡 明天我們工作的時候 大家可以拿來吃 就不管 放在背包裡 然後我就跑去睡覺 睡睡睡睡到半夜 突然聽到一個 很怪的聲音 那個聲音像是風很大 在吹那個木頭的門 砰砰砰砰砰這樣子的聲音 下意識的醒過來 這時候醒過來的時候 我就眼睛就迷迷糊糊的 就看到我前方 就是衣櫃 它的門是這樣半開的 半開的喔 然後呢 有一隻手 從裡面這樣伸出來 好像在摸死或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我應該在做夢 我就沒有想太多 眼睛閉上就繼續睡 不管它 隔天 出去外面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 我不是把糖果放在包包裡嗎 我們就工作工作 然後我就想說 欸 欸我昨天有把那個 飯店房間的糖果拿出來 要不要吃 我就開始掏那個包包 工作人員說 我們攝影師說 奇怪的 飯店房間哪有糖果 我說有啊放在衣�裡啊 然後我正在掏糖果的時候發現 糖果又不見了 我記得我明明放在背包裡 為什麼又不見了 也不用想太多 我就跟我們的導遊講 導遊你們房間都沒有糖果嗎 他說 你說 你在房間有放糖果 他放在哪裡 他說 我就說放在衣�裡啊 我把它拿出來外面 他就想了想 嗯 好 他也沒有多說什麼 當天晚上我們回到飯店之後 嗯 隔了一會兒 導遊就過來敲我的門 他說 欸 你那個糖果還在不在 我說 欸 對齁 我就跑去看了一下 欸 糖果還在衣櫥裡 還在衣櫥裡 他就說 導遊跟我講說 嗯 你那個糖果還在不在 我幫你換個房間好不好 我說 像一看到他的那種反應的時候 我就覺得 怪怪的 你們這邊要住好幾天 突然要跟我換房間 我說 好好換房間 但你要就是隔了一會 我們準備要換房間的時候 問他 我說 為什麼要叫我換房間 這邊怎麼 怎麼了嗎 他說呢 這幾年前啦 這間旅館發生過火災 然後 就是 有燒死了一些人 這個房間裡呢 就是有一個媽媽帶著小孩 被燒死在裡面 然後 之後就曾經發生過怪事 聽說 就是 有人啊 住在裡面 然後他們看到 所以就是半夜的時候 看到 就是 那個衣櫥啊 會自己打開 到底房間裡的衣櫥 藏著什麼恐怖傳說呢 令人戒身恐懼的恐怖警告 頭頂上的 鞭帽 我開始砸到手 一直玩玩玩玩玩玩 這時候玩到一半的時候 瞬間聽到 就是瞬間聽到 我都去秀一聲 我的媽啊 就是幾年前啦 這間旅館發生過火災 然後 就是 有燒死了一些人 這個房間裡呢 就是 有一個媽媽帶著小孩 被燒死在裡面 然後 之後就曾經發生過怪事 聽說 就是 有人啊 住在裡面 然後他們看到 睡 就是半夜的時候 看到 就是 那個衣櫥的門地打開 然後 媽媽抱著小孩走出來 要找食物 對 所以 之後呢 他們開始就把那些糖果 放在那個衣櫥裡面 就是希望這個媽媽 不要再這樣出來 就讓那個小朋友可以吃糖 所以聽完了之後 我就跟他說 不要換房間了 我要跟你一起睡 老幽是男的 是 他常常帶凡士林在身上 沒有 不過你真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在住旅館 不熟悉的時候 發現任何怪事 不要去 好奇 不要去動 可是後來我查了一下 或者我問了一下 就是說 其實在東南亞有一些地方 真的有這樣的習慣 就是說 出事情的時候 就是有曾經出過事情的 他們會在房間裡放一點 來 請坐 好 謝謝 好 可以不要睡中間嗎 這個故事還牽扯到另外一個藝人 誰 叫做謝金燕同學 誰呢 欸 謝麗金同學 誰呢 第一個靈異的事件發生了 不是 我沒有 我每次來上這個節目 就是一直流木油 一直流木油 我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是木油 這很奇怪 對 就一直流木油 謝麗金 沒事沒事 那一年我跟謝麗金兩個人呢 就參加了這個歐洲團的宣偉僑胞 那想說 哇 二十出頭能夠去歐洲很開心 那一站我記得是到巴黎 哇 巴黎真的是很美的一個地方 法國的巴黎 然後我們check in的飯店就是那種 因為歐洲很多的建築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古老的 所以那一次我們一check in那個飯店呢 就是一個古堡級的飯店 哇 很美 然後一進到那個房間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美倫美奂的那個房間 一進去就有那種旁邊四個床角都有 都有那種柱子的那種四柱大床這樣子 然後有那個叫什麼連脈的那種布的這樣垂在旁邊 很漂亮的一張大床 然後呢 牆上掛很多那種古畫 然後我最記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在那個房間的牆角那邊 就擺了一個古代的那種圓桌舞式的一個盔甲 就放在那邊 然後一進房間就有那種隱隱約約的那個弦樂的那種 三重奏的聲音就在那邊一直放 我想說這飯店的feel太好了 怎麼樣一進去 然後那房間就涼涼的 我想說哇 冷氣也開好了 音樂也放好了 然後其實在我一進房間的時候 我就開始就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就有點味寒這樣子 我想說可能是飯店的房間開很冷 可是當我們東西都放好 都準備好我們要出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好像頭都昏昏沉沉 有點就感覺好像要發燒要發燒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哇 是不是水土不服 那沒關係好了 那我就忍痛 我就跟阿金講說 那不然你就跟其他的團員 跟捏大哥大姐 你們去 shopping好了 那我就在飯店睡一覺 因為第二天要演出 要有演出想說那我就先休息一下 要不然第二天沒體力 那然後阿金就說好啊 他就出去了 那出去之後我想說 真的很不舒服 就那種整個人就 感覺很冷 可是那個裡面的身體裡面 是在燒的那種發燒的那種感覺 我想說好 那我趕快先躺到床上睡覺 然後我就睡的時候呢 就越睡越冷 越睡越冷 我想這個房間 這個冷氣是不要錢嗎 我就爬起來 爬起來的時候我就開始 就要去找那個冷氣乾關 我就把那個冷氣調小一點 會直接關掉 然後一過去就找到了那個冷氣乾關 我正要調出發覺 那個冷氣根本沒有開 第一個 那房間的冷氣是沒有開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那麼陰涼的 那我想怎麼辦呢 那好吧 我就躺到床上 我就爬到那個被窩裡面 我就去睡覺 睡睡的時候 因為那整個人是燒到昏昏沉沉 我認為是發燒 就整個人昏沉昏沉 我就一直隱約聽到那個音樂聲 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我想說飯店可能就 他們的音響系統就這樣放出來 我這樣翻來覆去 睡睡睡 然後我想說那個音樂聲 好像有一點比較打擾到我的睡眠 我就又坐起來 就開始調那個床旁邊的 那個音響的那個按鈕這樣子 然後一看 音響也沒有開 那個收音機的音樂也沒有開 我就想說 那不然是飯店的揚聲系統 然後這樣整個房間裡有音樂嗎 算了管他 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繼續睡 睡睡睡我就翻來覆去 眼睛十二張開十二閉起來 然後就一翻 就往外一翻的時候 就看見牆上的那個古畫 就是那個印象拍的那個畫 是三個留那種捲捲頭的那個 三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呢 他們剛好是弦樂三重中 然後我因為燒得昏昏沉沉 我轉頭看 我看到他們在拉音樂 就我看到那個畫其實是動的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這個可能嗎 是不是我在做夢 還是我在發燒 我就想說那算了 我就把眼睛閉起來一翻身 我一翻身之後 音樂就停了 就沒有音樂聲了 然後我因為真的很不舒服 我就一直睡 睡到阿金回來之後 我也沒有 我也沒有力氣跟他講 我想就算了 然後呢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睡 然後他就睡 我還記得這個床是這樣 我睡這一邊 阿金睡這一邊 然後呢我就睡一睡 我就翻過來那邊睡 睡一睡我就覺得說 這個房間還是好冷 而且是背後這樣子 一排子這樣冷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我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後來我就這樣翻身睡一瘦 我就覺得 阿金在後面這樣吐我肩膀在話 我就說阿金你要幹什麼 你就跟我講好不好 然後阿金也沒講話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是幹什麼 他就這樣一直吐一直吐 我就會很生氣 我就一翻身 我就問說阿金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要跟我講什麼 你要問什麼你就說嘛 就謝利欣同學就坐在那邊 就是半躺在那個床邊 就這樣看著我很淡定的說 不是我呀 是我們中間有一個老人家 睡在我們兩個中間 是他在一直戳你 在看你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然後也看看我們兩個中間 我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阿金從小就有特異體質 然後他看得到東西 可是我看不到 然後我就記起來說 有人講過說 如果有什麼鬼壓床 或者是有人 你碰到什麼髒東西的話 你要開口飆髒話 於是頓時我就看著阿金 看著我們兩個中間 我就一連串的髒話 毫不喚氣的 我問候對方的祖宗發呆 我甚至跟他媽媽要發生性關係 跟祖宗發呆要發生性關係 所有的性疾患在空中飛揚 我就一直罵 他中間的老伯伯 我是罵阿金 我跟阿金說 你叉叉叉叉叉叉的 你 你看到你不要跟我講嗎 你跟我講幹什麼 你現在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從跳 從床上跳起來 跳起來 然後我也不敢睡那裡 然後謝麗金同學 還是很淡定的覺得說 那我先睡囉 他就睡覺了 我想說怎麼辦 我就在旁邊有一個古董沙發 我沒辦法 我只好在古董沙發上面 睡一個晚上 因為我們第二天 要check out check out之後直接晚上要表演 然後第二天起來 我們東西在收的時候 我是超百米的速度 把東西收好 然後走的時候 我還回頭看了那個房間一眼 這個時候 我就發現 我們牆角的那個鐵甲武士 他的盔甲前一天晚上 那個臉是蓋著的 可是等我要check out的時候 我一走出那個房間 我回頭一猛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那個 經過一個晚上 他是打開的 我二話不說 只能深深跟他進隔離說 拜拜 我就走了 我的故事到此結束 哇塞 謝麗菁是一個邪惡的女人 其實他進房間他就看到 對 所以他轉身就去下屁了 而且走之前還指說 合理 他就走 好的 請投票 覺得腰帶為強的比較恐怖的 請亮燈 一 二 三 這樣不行 一定有那印象分 你不能看他不搞得帥就燈給我少 這樣不能這樣突然又滅一個燈光 請投胃 愛景谷 有一天我到一個朋友的店裡面 我們剛好要去喝咖啡 那另外一個共同的朋友 他就急急忙忙的衝進來店裡面 他匆匆打個招呼之後 好像神色很緊張 我們想他是不是要敢去開花還是幹嘛的 也沒有打算要多問 可是他樣子還太奇怪 因為那臉色蒼白啊 大日一天還飆著冷汗 我們就說你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今天看起來這麼慌張 他說他有一對朋友 一男一女已經論及婚嫁了 所以呢兩家人自然是很好 因為交往很多年了嘛 那決定要在結婚之前呢 想說兩個人先去散散心 把心情調適好之後呢 我們來安排婚禮的這些事情 於是他們就決定到東南亞 某一個我們中華 中華民國的國民的 最喜歡去的這個國家去玩 那但是他們這次選擇的地方 不是在熱鬧城市 他們就決定到山區裡面去玩 所以呢住的這間民宿啊 聽說也是那種古色古香 然後呢衣衫傍水的很開心 可是偏偏就在回台灣之前 這個女生整個人就個性 完全變得不一樣 她好像開始就是 像是食物中毒 或者說生病發燒之類的 整人每天這樣子昏昏沉沉的 然後講話呢也是講不清楚 那男朋友跟他說話呢 說啊你累不累啊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啊不要不要 然後每天也不想要出門 只想關在房間裡面 而且窗簾一定要全部都拉上 然後也不要跟他男朋友講話 他說你不要煩我這樣子就走了 那後來回來台灣之後 這男朋友當然就是很擔心 可是呢因為雖然只是論及婚嫁 所以還沒有機會住在一起 所以女生自然就回他自己的家 有一天 這女生的媽媽就很急忙的 打電話給這個男生說 欸 哎喲啊 啊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誰哈 欸他不見了呢 他有沒有跟你在一起 那男生就說說媽沒有啊 我 我不知道耶 我以為他回來身體不舒服 然後我想說不要打擾他 然後本來想打擾他問你說說 他最近身體好不好 怎麼會不見呢 他說對啊 他昨天喔 一聲不響 手機拿了 錢包拿了 人就不見了 然後護照也不見了 怎麼辦 我們要不要通報 所以呢 那男朋友想一想之後 就想說欸 事情真的很嚴重 於是呢就決定去跟警察局通報 有一天突然接到 這出入境管理局打電話給他 跟他講說 欸那個某某太太 你女兒喔 我們有查到他出境的紀錄 他在哪一天哪一天呢 他搭了一班飛機去泰國了 然後他就嚇到說 蛤 他跑去那裡幹什麼啊 不知道他在泰國的什麼地方 哪一個角落 於是有一天 他們就這樣子默默的 最尋找的過程當中 銀行這女孩子 她的主要存款的這個銀行 就打電話來講說 欸不好意思請問那個某某某在家嗎 然後他媽媽接電話就說 他不在耶請問你哪裡 他說我這邊是什麼什麼銀行 那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請教他 不曉得是不是可以請他本人回來 收打電話跟我們聯絡呢 還怎麼樣 他媽媽就說 也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他女兒失蹤嘛 所以就跟他講說 欸啊沒關係啦 我是他媽媽齁 不然你跟我講好了 也可以 可是太太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屬於個人的機密啊 我們沒有辦法告訴你 然後他媽媽不得已 只好把這件事情經過 全部的告訴了這個行員 然後這個行員就說 如果你要凍結他的戶頭的話 可能要請你準備一些相關文件 比如說你的報案資料啊 或是說一些什麼有利的證據啊 我們才有辦法去跟 我們的長官去承報說 可不可以做這樣的程序 於是媽媽就準備了很多東西 去了銀行了解之後 才知道說 他的女兒 在一個禮拜之前 曾經在泰國某一個小地方的 地方銀行 取了大部分的存款 但是他想要把他的戶頭 整個結束掉 那因為那個銀行太小了 他可能有一大筆的金錢 是沒有辦法一次把他拿完 而且也不能夠在國外 結束這個戶頭 所以銀行呢 就是要要求他說 你要回來台灣 把這個手續給辦完 才會聯絡到他們家裡面 然後媽媽一聽 就覺得事情不對勁 於是呢 他們就跟這個銀行要了說 他是在哪裡取了這一筆錢 然後呢 就通知這個男生 跑去泰國這個鄉下呢 去找他 就是男朋友飛過去之後 因為也只知道這個銀行的位置 所以他就從這個銀行為中心點 開始五公里 十公里 十五公里 這樣子去找附近的村落 或是住家 有沒有他女朋友的影子 然後有一天 就真的走得很絕望 大概是已經去找了兩個禮拜左右 就在路上這樣子沙晃 看到一個身影 好熟悉 那五官好像就是他 可是又比他之前看到的樣子 就更慘了 因為他已經是變成像一個老太婆一樣 這樣子走路好像沒力氣 然後腳呢也是這樣軟軟的 整個人就是瘦到不行 然後那個臉啊跟吸毒鬼一樣 就那種眼眶深奧 整個都是黑眼圈 他看到之後 他就過去跟他講話說 誰誰誰誰誰誰 然後那女生就這樣 就這樣子看著他 沒有太大的反應 我說我是那個誰 你不認得我 你不認得我嗎 那女生就完全不理他 就自己一直走一直走 那這男生呢 就是跟他糾纏 他想說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一定要想辦法把你帶回台灣 所以呢 他就把這女生 硬是帶回台灣 騙他騙回去 東西也是什麼通通都不拿 當天馬上就book的機票 就直接飛回台灣 於是就開始到處去詢問 誰有認識比較厲害的師父 那因為他像知道 我們在國外到處走 有時候也是會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剛好那天在店裡面 這個女生的朋友 這個情侶的朋友 就來問我說 鴨子你知不知道 哪裡有比較厲害的師父 我們才知道這個故事這樣子 那那天的事情 我只知道到這個地方為止 因為正在ING當中 所以我並不知道後來 經過了多少時間 只知道我再一次遇到 他們這個女生的朋友的時候呢 我這朋友告訴我說 事情後來終於有解決了 我說那到底是怎麼樣 他說其實那男朋友 到了泰國這個小鎮 找他女朋友的時候 他其實心都碎了 我說怎麼會這樣 只是身體不好而已 不是嗎 那回來處理好 應該就可以恢復正常 他說不是只有這麼簡單而已 他不但身體變得很不好之外 那女生還懷了孕 然後回來他們找了一個老師 他是專門就是學道教的那一種 會畫符 幫人家解骨的那種老師 他就說 你女朋友被人家下了愛情骨 這種骨呢 就是時間到了 對方只要做法 不管你在多遠的地方 他只要做法 你就是一定要回去報到 所以這女生呢 就是在當地跟這男生 差點要結婚註冊 因為他們沒有註冊 可是有辦了一個公開的儀式 那這男生要求這女生 把所有的錢 全部通通都帶回去給他 那這其實當地人 可能大家去東南亞 都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那後來呢 這老師施了法 把這女生的骨解掉 知道女生清醒了 那男朋友就跟他講說 那你有沒有記憶 你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女生就講說 我不知道啊 我只記得那時候 我們去泰國玩 然後後面 我就沒有記憶了耶 從回台灣之後 就完全沒有任何的記憶 一直到現在 那男朋友還跟他講說 那你懷孕了你知道嗎 那女生就快嚇死了 於是他們就決定 把這個小孩給拿掉 然後那老師跟他講說 其實齁 你們以後一定要記住一件事情 尤其是女孩子 出國去玩 不要隨便亂剪指甲 不要帶免洗的內褲 也不要梳頭髮的時候 頭髮掉到地上 不剪起來 如果你一定要剪指甲 要修指甲的話 麻煩請用磨的 在洗手台上磨完之後 沖乾淨 頭髮呢 洗完澡之後 一定要全部都抹乾淨 也是掉到馬桶裡面 把它洗掉 只要讓人家拿到你身上 屬於任何一個 是精氣神所產生的東西的話 就有機會被人家下骨 成為別人利用的對象 嗯 在這邊呼籲 所有的女性朋友們出國 先剃光頭 哈哈哈哈 可以帶女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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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誰的頭髮 對 這邊都不行啊 對 直接打得起來 你不能因為人家頭上 戴女帽子 你可以講另外一種講法 這些都 我不想害她們就害她們 什麼叫做這些都不行 我覺得鴨子長得比較恐怖的 請按燈 這個也不算多故事啊 一 二 這個算 三 奇遇記 唉唷 唉唷 哇 有 這一招厲害 這個對她們來講 你鬼故事還恐怖 對 因為感覺她們以後也會遇到這種 預備 不是 她們害怕遇到 這個也很恐怖 她們剛主團從泰國回來 我會講 我會講她們害怕一個 不要講她們也會遇到 對 親身的經歷讓她們體驗一下 來 換位子 好 謝謝 請坐 報告班長我見鬼啦 這件事情呢 是在去年 我在 就是接拍友台的一個 軍教電視劇 因為那時候 她第一集還蠻紅的 那時候剛接拍的時候 我們是在 高雄的 屏東的某軍營拍 然後那時候她有一個 就是已經廢棄的 戰哨港 那時候在那邊拍的時候 大家就是 還沒輪到我的戲 所以那時候我在旁邊就想說 嗯 最近我還蠻喜歡一個舞蹈 她就是玩帽子的戲法 那時候想說 欸 那我來練一下 然後我也不經意就直接 拿上我頭頂上的軍帽 我開始砸到手 一直玩玩玩玩玩玩 覺得欸 還蠻好玩的 但是我也沒注意到 周遭人有沒有在看我幹嘛 這時候玩到一半的時候 瞬間聽到 就是瞬間聽到我耳朵 就咻一聲 就像她耳朵的聲音 就直接往我耳朵上面打下去 那時候真的很痛 因為很大力很大力 那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想說 然後轉身看周圍到底是哪一個 神 對 那時候我第一個想法是這樣 轉身一看 欸 大家怎麼都離我好遠 起碼也有三到五公尺之遠 那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 在造港的旁邊 那時候我就開始緊張 我想說 在接拍之前 導演又有說 就是不要做一些不盡的事情 那我心裡在想說 是不是 我做了這些事 然後被懲罰 所以那時候我就第一時間 就爬去找我們團員秋凡 就跟秋凡講說 秋凡你幫我看一下我耳朵好不好 因為我剛剛被彈了一下耳朵 然後很痛 你幫我看一下 於是他就看我的右耳 他就看到我的右耳 一横條 就是一個手指甲 當天回去旅館的時候 我就發現奇怪 我怎麼開始有點發高燒 開始有點不舒服 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行 這件事我應該是要跟劇組講一下 那明天如果高燒嚴重的話 是否要請假什麼 於是我就打給工作人員 跟他講了這件事情 工作人員就跟我講說 你那天做的事情 其實真的很不尊敬 因為在這個 戰哨港上面 之前有一個很老很老的老兵 他可能在那邊有自殺 至於是怎麼自殺 我自己沒有很清楚 掛完電話我想說 那應該沒事了 只是有點不舒服 那我就好好休息 明天下午的戲 那繼續拍攝 掛完電話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該睡了 於是我就關上手邊的燈 閉上我的雙眼的時候 就開始聽到 欸怎麼 周遭就有聽到水滴聲 就那種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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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睡靠廁所旁邊 我聽到廁所門口 開始有水滴聲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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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滴到我的床位 然後再慢慢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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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到我的床頭邊 就在我的 左手邊 那時候我覺得 開始很緊張 我也不敢開燈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 就是也整個都毛了 我甚至把棉被蓋住我的頭 然後偷偷的把身體往右轉 因為我真的會怕 對我很膽小 然後 滴水聲還是沒有停 過了兩三分鐘 滴水聲停了 這時候我聽到我的耳邊 很明顯 就有一個很 類似撕裂聲的聲音 他要跟我講說 整邊恐怖的聲音 到底是什麼呢 體育主播的膽戰物語 是神鬼作祟呢 還是命運的安靈 請繼續聽下去 我一個人跟他開個車 我書拿出來 我的媽啊 他要跟我講說 救命 救命 他一直這樣喊救命 那時候覺得 是不是我聽錯 還是窗外 可能說外面有人在喊救命 之類的 但是我真的不敢爬起來 因為我真的想說 算了算了算了 就當作我沒聽 沒聽到 但是他就很明顯在我旁邊 越喊越大聲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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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嚇一跳 我想說 錯賽是不是 有什麼事發生 我想說我不知道打電話什麼 但是我真的不敢動 因為我身體也麻了 我想說算了 我這樣聽到早上 但我準備想說算了 的時候 突然講了一句 我那時候 整個雞皮疙瘩都起來 他就做話跟我說 你們明明有聽到我在叫 可是 為什麼你們就不救我 我會找你們報仇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快哭了 那時候 我想說 不要管他好了 我繼續睡好了 我就是這樣聽到早上 早上 天亮了就沒事了 於是我就繼續睡 那聲音 也慢慢沒有 可能也是我睡著了 在隔天早上呢 因為我頭真的很不舒服 然後身體很不舒服 因為開始發高燒 我想說 我下午的戲 那我早上先去 先去附近看個醫生好了 馬上打電話給 二話不說就打電話給工作人員 跟工作人員講這所有事情 工作人員才覺得不對勁 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冒犯了 不該冒犯的東西 或是我又帶了不乾淨的東西回來 於是我到 一到下午一到劇組 就是工作人員就幫我準備好 就是金子還有香 雖然說我是基督徒 對那 就是工作人員幫我燒金子 然後拿香白白 那我可能就只有雙手合十 就是跟他們道歉一下 那時候呢 雖然說有時候經過那個戰哨港 都還是可以看 就是感覺到有人在看你 但是我覺得 就是裝作沒看到 那只要經過戰哨港 我都是盡量用跑的 對啊 那之後慢慢慢慢 也就沒有發生這些事了 直到排完 以上就是我的親身經理 小草你完蛋 沒有找你報仇 完了 真的嗎 完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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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樣 這個時候 你就 禱告 然後講趙正平的名字 請去找趙正平 請找趙正平 請找趙正平 他會幫你處理 放屁欸 你不要亂講那種嚇壞文化 你太嚇壞了 鬼扯 他是我主內兄弟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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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副大哥也OK的 他一直打他扛得住 他扛得住 我都扛不住了 其實打耳朵那個我覺得還好 只是他給你一個警惕而已 其實那個還好 以前我在節目上亂講話 還被人家打過頭 可是呢 後面那個叫救命的 我比較擔心一點 嗯 嗯 我剛摸過你 蛤 蛤 蛤 沒有在傳下去的啦 蛤 我關你 蛤 沒關係我以前當兵的時候 班長有跟我講話說 蛤 蛤 蛤 小鷹傳去穿白色的就打 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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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來 我是米黃 我是米黃 你還沒 來 小草講得比較恐怖的 請亮 對 一 二 三 看到沒有 怕出事還是高過這個怕鬼 我們還是比較 這小子真的很怕嚇哭啊 嗯 來請坐 請主播的暗夜詛咒 好戲在後頭 哎 好久沉溫了 嗯 是神鬼的作祟呢 還是命運的安排 哈哈哈 請繼續聽下去 哈哈哈 這不是你老同志正主在對話 啊 今天要進廣告嗎 請啊 這就是我的 哈哈 哈哈哈 話說 當年 我的故事都是 親身經歷 聚聚誓誓言 當我十歲 十五歲的時候 我的父親是 中將抗日震王 我是一個孤兒 十五歲那年呢 我們的蔣公 啊 就和蔣婦人 就把所有震王將士的子女 各省召集到南京 啊 給我們最好的待遇 最好的教育 然後很大一片 在中山嶺上面 就建了很大的房子 有一個英式大樓 教室呢 都在下面很遠 就在山頭上 啊 這個 那個時候我們同學 都在爭第一啊 那有一天晚上 我就要去開業車 那麼就從英式大樓 大概一兩點鐘的時候 跑到那個很遠的 荒郊野外那個教室裡面 我是個子高一點 坐到最後一排 最靠窗戶 就我一個人在那開業車 我書拿出來 剛要看的時候 就聽那個窗戶外面 就像那個爪子 就像爪子 咔啦咔啦咔 我心想 就是旁邊那樹的 跟風吹打到窗戶 就繼續這樣 但是有一點 有一點寒心裡面 然後等一下 又在那裡 好像那個爪子抓那個玻璃 咔咔咔咔 就在我這個地方 我是不大敢看的 我就拿一個紫穴 這個捲一個 好像彈一啪打那個窗戶 我就繼續這樣撞彈 那個窗戶繼續在那裡 一會兒又咔嚓咔嚓爪 爪子一樣 我就起來了 有一點雞皮疙瘩起來 我就趕快 因為太遠太荒涼 我就趕快衝到教室 前面黑板旁邊 拿一個黑板插 拿一個掃兑那個掃把 就奪門那兒出 就跑回了英士大樓 從那以後不敢開業車 就在走廊的那個燈下面 看書算了 這是我親身15歲的經歷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到底是鬼啊 還是什麼東西 還是野獸啊 現在不知道 但是非常恐怖 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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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要知道還有更恐怖的嗎 請繼續聽上 阿姨 進化霜 因為我那個拿了一張紙來啊 剛才是蔣公 我們的校長是蔣中正啊 我們來台灣的時候報戶口啊 戶長是蔣中正 請聽一下 因為我們都是孤兒 所以啊 這個下面那個故事呢 也和蔣公有一點關係很奇怪 就是有一年過年的時候 我和我老婆到日月潭度假 日月潭有一個文武廟 這文武廟呢 武廟是在下面 山下面 文廟是要上100多台階上去 那我就下午呢 就去到武廟先拜 那時候還沒信基督了 就拜了以後呢 有個籤筒就搖 搖搖搖搖搖 啪搖搖一個來 是七十四千 下下千 然後上面寫的 有血光之在 我就心裡很不舒服 來度假了 過年的時候 初一初二這個時候啊 然後我就爬台階爬了一百多層 上面是文廟 文廟也是很比較大 那個鄉案比較大 那個跪的那個也比較大 我就又跪下來 我心裡想 取個巧 再抽一個看看 跪下來在那搖搖搖搖 那個籤筒很大 搖搖搖 又出來一支 一拿出來 還是七十四千 這個絕對不說謊 七十四千 你再去拿那個紙 還是血光之在 就心裡我就跟我老婆講 這個有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也不要信 然後就回到旅館 再喝了瓶啤酒 吃了個飯 回到旅館 半夜一到廁所 大便黑的 未出血 就未被開刀 到現在好了是 那個時候 我開刀的時候 是蔣公住在後面別墅 我住在思遠樓 我戈壁 是住的是李慧堂 那個未開刀 就真的是血光之災 這在我身上 親身經過這一個 另外一個呢 還有更恐怖 請繼續推占 也是吃什麼 也是吃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吃宵夜 我進台市以後 很多都是記者朋友 我們大概一桌十來個人吃 吃到快一點的時候 都沒人了 就在我家對面 民生東路對面 都沒人了 就柱子下面坐著一個人 四十來歲 忽然間我們站起來都要走 你不要走 叫我不要走 她說 你在一個月之內會出車禍 我說老婆講 你不要聽她走 她說不 你要給我十塊錢 我要跟你算命 不能擺 一定要放十塊 我就給她十塊好 她說 你啊 一個月之內出車禍 而且傷到頭部的鼻子 哎呀我們那朋友這樣 別信她走吧 她就拉著我走了 算是雨帶玄機 預言到底會不會應驗呢 你別走開 馬上回 哎呀我的媽啊 一個月之內出車禍 而且傷到頭部的鼻子 哎呀我們那朋友這樣 別信她走吧 啊就拉著我走了 走了以後我們那時候台視啊 每天早上八點鐘 是早晨的採訪會 嗯 十分鐘就結束 有一天下小雨 我那時候開這個舊的大車 叫桑那本 喝油大王 桑那本 雷鳥的 早上起來 我就開這個車 剛好看 快要到八點 就從那個民生通路轉過來 去健康路 公軍總醫院前面 有很多安全島中間 安全島中間呢 有很多空蕩有沒有 嗯 我正在我說趕不上就完了 十分鐘就散毀了 對了 然後一加油門呢 安全島的中間一個計程車 回轉 我就一腳踩下去 那個車廂飛起來一樣 然後我就打方向盤靠邊呢 然後一棵大樹和一個水 你坐在電源單 撞哪裡呢撞哪裡呢 我就寫砰一下子 車頭就插在樹裡 我那時候醒了 鼻子全部連是寫 鼻子斷了 就到中心診所 那個 那個鼻 耳鼻喉咳那個主任幫我看 然後完了 就塞啊 等得要好的時候 那個紗布大概有一丈多長 慢慢拉的時候 是最痛的時候 然後抽痛的時候 我就想到 以後絕不算命 永遠不要抽籤 各位你們聽到啊 他竟然會這麼靈光 就是有靈異的還有現象呢 還是有鬼神的作弄呢 請 還要再繼續 還要再繼續 再繼續 是覺得教練講比較恐怖的 請 亮燈 一 二 三 四 哎唷 會 我來 第一名第一名 好 來頒獎 真 我們有獎品啊 有有有有 我跟別人講你在屁啊 我跟別人講你在屁啊 我跟別人講 因為我們都輸給副長是蔣中正的人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有 打開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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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嗎 這拿出來看一下 好 撒毀 這是一個 招妖姿 招妖姿 這能招誰啊 招你嗎 招了 沒招了 沒招了 OK 好 今天的故事非常的曲折離奇 但是 不要忘記我們好禮時間 這次我們活動叫做123半鬼臉 今天我們發布的第一張 確實那個鬼臉 著實恐怖 我們在這邊也非常佩服他 也非常謝謝他 那現在呢你如果還想參加呢 請你到那個我們的Facebook 還有我媽的粉絲團呢 上傳你的恐怖鬼臉照 你就有機會得到我們的 紅外線耳機一組 5 哎剛才那個鬼臉啊 嗯 生病看得不嚇好了 真的 然後會喊一聲 哎呦我的媽呀 哎呦我的媽呀 哎呦我的媽 好 你們非常厲害 希望各位有好的作品呢 到我們